八万四千发门 通通都是生 化脏世界 唯有一门 就是净土 很吵 他一生当中 就往生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虽然有师徒 前面给诸位报告过 待遇平等 通通都享受 是暴徒的待遇 智慧 神通 道理 光明 寿命 通通是无量 没有神秘 没有变化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 动物 有身老病死的变化 植物 有身住易灭的变化 矿物 有沉住坏空的变化 而且这个变化没有停止 我们现在知道 一秒钟 变化多少次 两千两百四十兆 单位是兆 不是一 不是万 变化 所以说 这是假的 没有变化 真的 大臣教里头 真假 是从这里分的 不生不灭 真的 有生有灭 假的 那么在极乐世界 仕途都不生不灭 我们这个地方 只有一阵法界 是暴徒 不生不灭 其他的是法界 六道 通通有生有灭 人生活在这里 苦啊 脱离六道轮回 叫脱离九尽苦 再离开十法界 得究竟路 没有出十法界 那个路不是究竟的 脱离十法界 得究竟路 离九尽苦 得究竟路 尽忠 一生圆满 我们决定不能疏忽 不能放哭 怎样才能去 祖师大德 叫给我 心 愿 痴迷 叫三字两 往生净土 三个条件 真心 一点怀疑都没有 真想去 对这个世界 没有丝毫留念 由丝毫留念 去不了 为什么 当你灵命中时 这一个念头 它障碍你 你就不能去了 所以 这个功夫 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锻炼了 练什么呢 放下 不要放在心上 思 要找做 做完了 不要放在心上 这个重要 做完之后 还要放在心上 麻烦了 变成业了 善业 三三道 卧业 三卧道 不能不知道 断卧 不放在心上 不做断卧的相 行善 不做行善的相 这就对了 断卧修善 能帮助你 提升品味 如果一做相 就变成六大轮回了 我相信 许多同学 听见多年了 知道 虽然知道什么 你没做到 你还是放在心上 行善 把做的好事 放在心上 造窝 把那个窝的念头 纵然忏悔了 还放在心上 不能往生 道理就在死地 行善 只是放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不能放进去 这就对了 希望同学们要记住 就在生活当中练 就在当下就练 不要等未来 等明天 过几天 过两个月 再过两年 那就坏了 这个就学佛 学错了 佛经没讲错 是我们错会的意思 那就是 说明天 说明天 不言 詞曲 李宗盛